自从我之前发视频说 小黑 这次你要是再能翻出来 我就把你这缸水干了 时不时就会有人追问 小黑越狱成功没 等着你直播喝小黑洗澡水呢 因为那期视频啊 我甚至还涨了点粉 理由是 先关注一下 后边好看博主喝桂缸里的水 今天统一回复啊 没有越狱成功 但是仍在努力 因为用了加热棒 最近又降温了 所以呢我用珍珠棉 替换掉了原本的不锈钢网 加热棒的线 也被我用夹子固定住了 可以说杜绝了小黑 一切越狱的可能 当然他肯定是不甘心啊 所以每天都在努力 再也作不出啥花来的时候 他把晒台拆了 好好一个大缸 硬是被一只龟 爆改成了两居士 牛啊黑哥 您这是怕我追不上热点呢 就在我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不是怎么齿圆又越狱了呢 这玩意还传染吗 我把它放回水里 结果没过一会儿 爱的魔力转圈圈 想你想到 青花怒放黑夜白天 毁灭吧赶紧来